咱们之前有拆过家用220伏的空气开关断路器 想必各位都已经知道它的工作原理了 不过评论区里有观众贴图 好像感觉这220伏电压的断路器还不够刺激 想看看更厉害的断路器 那既然这哥们贴出来的是施耐泽电器他们家的断路器 那咱们就去施耐泽电器 去看看世界500强企业是如何制造真空断路器的 目前咱们看到的就是施耐泽电器最新生产的EVPAC系列 HVX中压智能真空断路器了 它日常的工作电压为10前伏 这都不够刺激 不过当工作的电压升高之后 通断时触点之间就会产生更加强烈的电弧 所以针对于这类的中压断路器和接触器 能如何有效的抑制通断时产生的电弧 才是他们的技术核心 而这些陶瓷罐子 就是隐藏在断路器后面负责灭壶工作的核心两件了 它的名字叫真空灭壶石 继续我们就需要先了解一下 真空灭壶石的内部结构和工作过程了 灭壶石的顶端是净导电杆 下边是洞导电杆 两个导电杆接触的位置是他们的触头电极 这看起来是个非常简单的工作过程 但是这个工作过程中 电壶是如何被抑制的呢 不要着急 我们先去生产现场看看触头电极的真实样子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真空灭壶石中的触头电极了 这时肯定就会有人问 为什么触头电极会被切割成螺旋的立体形状呢 做成平面接触面积会更大 难道它不香吗 通常当电壶产生时 它往往会以一根线的形式出现在两点之间 那如果我们不小心把电壶的两端换成有磁性的导体呢 这时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电壶看起来与磁性导体之间的接触面积变大了 虽然这种效果是电壶在磁性物质上快速移动造成的视觉假象 但是这个操作却可以极大的减少电壶对单一触点造成的烧死伤害 所以当面壶式的触点被断开时 电流便会在这个螺旋形状上的触头上形成磁场 这样电壶便会在触头盘上以高速移动的形式出现 不仅可以极大的减少电壶对触头的烧死伤害 延长触头的使用寿命 同时这种高速移动的电壶还更容易被熄灭 继续回到生产这边 灭壶式中所有要用到的金属流量 首先要被做清洗与表面处理 清洗的过程包含热水洗 超声波除油 电解除油 抛光 烘干等 这些步骤由PRC自动控制来完成 清洗的目的是要将零件表面的氧化物去掉 同时清洗好的铜件表面还会被镀上一层薄薄的镀化层 作为它的保护膜 施耐德电器他们家的规计是 清洗好的铜件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使用完毕 防止表面被再次氧化 清洗好的金属流量会被送到一个有点严肃的车间 铅焊车间 说它严肃是因为整个车间是一个恒温恒湿镇压的千级结晶式 千级结晶式是什么概念 每立方英尺内直径大于0.5微米的颗粒不超过1000个 这甚至比生产食品和医疗设备的环境还要干净 在铅焊车间 工人首先会像搭积木一样把不同的零件用铜银焊料进行搭接 搭接好的组件会被送用到真空千焊炉内度过20个小时 真空千焊炉会同时将排气封口焊接工艺一次完成 这与传统的雅湖焊风口等相关工艺对比 能最大限度的消除环境及工作人员对部件造成的污染 同时提高了灭壶石内部的真空度及清洁度 这样制造出来的真空灭壶石设计寿命长达30年 在额定电流的工况下可以做到5万次的电流分段次数 在40千安的短路开断电流下 也能做到100次的满容量开断次数 在真空千焊炉内出来的真空灭壶石宝宝 会继续来到下一个工序 在这里先了解一个士耐德电器 它们内部独有的词汇 双老链 双老链指的就是对刚焊接好的真空灭壶石 进行大电流老链和高电压老链 首先大电流老链是通过对灭壶石施加大电流产生高温 使其接触面融化以获得更加平滑的触头表面 同时还能在触头表面形成细精力层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稳定性和坚固度 而高电压老链则是通过施加电压 反复击穿真空灭壶石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电极触头表面的尖端 同时清除灭壶石内部的污秽污 为了能让这些刚出生的灭壶石宝宝步入社会后 能应对各种复杂的工作环境 接下来就要为它穿上一层万能护甲了 这道工序叫做热固 区别于热素的是 热固材料遇到高温后不会变形与融化 热固的材料主要由还养树脂素生 这其中还会掺杂一些叫做商业机密的材料 这时灭壶石的脊柱已经安装了上端子 接下来它们首先会被送入到烤箱中 并被加热到170摄氏度 加热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热胀的缩缩 能让灭壶石与热壶石高温的还氧素质 紧密的贴合在一起 加热好的灭壶石会被专用的定位工具固定在热壶机上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让灭壶石在还氧素质中精确的定位 经过了30分钟 灭壶石宝宝终于穿好了它们的万能护甲 这时它们不仅可以在零下25度的低温环境中正常工作 同时还达到了微灵级别的阻燃标准 继续我们来到断路器机械部分的拼装车间 断路器的机械部分主要负责通过外部信号 或者手动来控制真空灭壶石的通断 同时它也和灭壶石一样 至少要保证到5万次的机械使用寿命 整个机械部分会由上百个零件组成 这么多的零件是如何正确拼装 同时还要保证它们能工作在最佳状态下的 这就要说说我们的意外发现并感兴趣的东西了 时代的电器的过程质量控制系统 即PMS系统 每当装配工人从面前的物料窗口 取出关键性零件的时候 窗口旁边的光纱会自动的识别并计数 同时装配线上方的屏幕会以动画的形式 告知此零件的装配位置 装配方法 螺丝扭矩等信息 甚至细化到哪些地方需要抹日滑游 都会给到相应的提示 关键性的零件安装好之后 还会被扫码滴录 比方便溯源管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绿色的传感器是需要安装在机器主轴上的一个零件 它的使命是采集每次核分杂的速度和时间 然后可以分析出核分杂的形成曲线和分杂反弹扶直 针对那些有概率会被替换的零件 这里也运用了非常巧妙的模块化设计 在15秒之内 就可以将段路器内部的交流分杂托托托器 更换成直流分杂托托托托器 甚至储能电机这个大家伙 也能在一分钟之内完成替换操作 同时这套过程质量控制系统 PMS在不同的装配点还配备了四组监测设备 它们的功能主要是实现 段路器超成的全自动测量 全自动电枪控制调整 自动的去适配不同相间和分杂速度 弹跳特性 和自动采取分析上传电子数据 这时生产出来的段路器 经过检验合格 就可以顺利拿到出厂的毕业证书了 接下来就要把这台UVPAC的HVX段路器 送到它居住的地方了 室内的电器还专门为它打造了一套30亿厅的住所 这套物业完整的名字叫 SmartPix控压智能充气绝缘开关柜 这套30亿厅首先包含了一个低压设备式 低压设备式里除了传统的控制开关以外 还可以集成十耐德电器的智能数字化配电系统 配合上分布在机柜内各个角落里的无线传感器 就可以实现主母线温度监测 电缆接搭处温度监测 段路器出壁温度监测 段路器寿命监测 局部放电监测 机械特征在线监测等等各种方方面面的监测 如果嫌不过瘾 还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进行千里远远程电力电能的监测与管理 继续来看机柜的主母线式 这时你会发现这里使用的是管型接线柱 大家不要奇怪 与常见的铜排接线柱相比 这种管型的接线柱可以在工作时将电厂的强度降低34% 同时向间空气的近距和向对空气的近距离分别还提高了50%和15% 在机柜下方的接线室里则布置了一体式的电动接地模块和外接端子 这里笼余的空间还可以安装其他的设备与模块 不过请注意 当铺子电压为12000伏时 电量的大阶高度要大于等于700毫米 而接线柱上那些绿色的东西 无需质疑 它肯定是个无线传感器了 在世耐德电器的成品仓库里 我们还偶遇了一台同样是以真空面虎史为核心的设备 它的名字叫做新一代中压真空接触器TESAS CVX 从体积上来看它应该是段路器的小老弟了 它可以在400岸的工作电流下 做到每小时1200次的通断操作 所以这位小老弟常常被安排在码头装配天车 风机正反转控制到有这种高频通断应用的场景 接触器的保持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机械寿命能达到30万次的机械自动保持 而另一种则是机械寿命可以达到100万次的电气自动保持 所以这时它更像是一个plus版的静电器 可以通过第三方设备对10千伏的线路进行高频次的通断控制 以上就是斯耐德电器最新的EvoPAC系列HVX中压智能真空段落器的制造过程 以及与之配套的SmartPEX中压智能空气救援开放柜的介绍了 同时我们还认识了新一代中压真空接触器TESAS CVX 在这里非常感谢厦门斯耐德电器给予了访问与拍摄许可 同时对拍摄期间及后期对我们提供协助和技术支持的 时耐德电器工作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 谢谢观看